下著宇德鎮中午 公車剛進站 後放一輛黑色轎車開到公車前方擋車 送信駕駛跟友人一塊下車 跑到駕駛座旁 對著司機理論 車子怎麼開的 沒多久 男子跑回車上 拿出鋁棒 衝到公車旁 要駕駛下車 見對方不開門 男子怒砸車 車門玻璃全被打破 而公車被砸後 駕駛立刻通報公司以及報警 並請乘客下車搭乘支援車輛 這時黑色轎車回頭 看到公車駕駛在車外 也不管雨天 車流量大 立刻停在大馬路上 拿著鋁棒 衝下車 狂黑駕駛頭部後 開車逃逸 疑似情結束分 小轎車一路跟車 來到積碎國中站 等公車一靠站之後 駕駛立刻擋車在公車面前 跑下車拿鋁棒 又是砸車 又是打人 警方調閱畫面 立刻找到動手的宋姓男子 他聲稱 在連城路行津公車站 公車駕駛卻突然搶壞超車 差點發生事故 一時氣不過才會擋車理論 該自小客車 因而尾隨公車 待停靠於積碎國中站 並停於公車前方 隨即下車 自小客車駕駛又折返 並持球棒 朝公車司機頭頸處 揮擊兩下 下雨天 車多走走停停 行車糾紛卻沒能好好說 砸車又打傷人 成了陸怒族 吃上官司 記者阿公雅麥 陳齿芳 邵紫陽 幸福受動